世界上沒有一個人 會需要去後悔他以前做過的事情 每個人在人生中 都有不同的階段 然後 他有一天會過這個階段 這是你給他的一些建議嗎 他有一天就是 然後拜託我陪你過 就會過這個階段 就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心態 同情他現在的處境嗎 對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 會需要去後悔他以前做過的事情 但是你就是給他一些對於未來的建議 我沒有資格給他建議 瞧瞧雞排面說的頭頭是道 那他對其他藝人的評價是什麼呢 巨祝小巨蛋成功 順利 要是我的話 五四聲中國人 聽說他有新的MV 上家 你看這邊的就是 鑽蛋 鑽蛋 五四三 他誰 對啦 其實我剛剛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志玲姐姐 腳步啦 腳步啦 五四三 我很期待他的婚紗長怎麼樣 志玲姐姐都差點認不出來 雞排妹你累了嗎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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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